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联细说Linux配套视频 我是沈超老师 大家好,我是毕恩竹 屏幕下方是我和沈超老师的微博联谊方式 以及兄弟联的论坛交流方式 希望大家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交流 今天非常高兴把恩竹起来跟我们一块录制这个视频 那我们本章来讲解继续来讲第七章用户和用户组管理 那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用户的配置文件 我们配的文件呢 前一节课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17C下的Passo的用户信息文件 那这节呢我们来讲17C下的shadow这个影子文件 影子文件,什么是影子文件的 英文单词啊,把这个shadow啊就叫做影子的意思 那英语当中啊,他们觉得这个shadow非常酷 所以很多这种电视剧,比如说你吉他 那里面那个顶级黑客给自己起的外号就叫shadowwalk 那我们这个在这个linus当中呢,也把shadow引用过来作为了这样一个文件 那为什么叫影子呢? 就是因为它的权限,我们来看看 它其实是我们的这个password的影子 哎,我们来看看password的权限 其实前面看过了,password的权限是644 那我们来看看shadow的权限是000 它的权限更小 所以呢,我们在shadow当中保护保存的是我们真正的加密的密码串 在password的里面呢,只有密码标志X,是吧 好了,那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打开 pc,shadow 这个文件的内容就是这样 它也是同样是用末号分割字段 哎,妹子来数数有多少个字段 这么长 看起来好像很多啊 对 那它的内容呢,要比password的多 password的默认是7个字段 我们这里呢,是9个字段 哎,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这9个字段是什么 那第一个字段呢,是用户名 那跟password的是一样的 每个用户一行 哎,每个用户一行 这里呢,有入口用户 第二个字段呢,是这个经过加密之后的真正的加密密码 哦,这么长啊 哎 哎,这个密码好像明显的 是要比我们算到S5.5当中要长得多 是吧 哎,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采用的加密算法是MD5加密 那现在呢,我们的算法升级了 在算到S6.3里 使用的是SHA512这种三连加密 我们具体不用大家知道 这些算法它具体的这个运算值 或者怎么换算 大家要知道的只是SHA512加密方法 比MD5更先进 它的这个加密的安全系数更高 就可以了 哎,好了 那如果我就是破解 我用,我用两个一样的密码 哦,呃,妹子这种想法 我们很多学员都有 比如说,我入团的密码 假设是123456 嗯 它会换算出来这样一个值 那另外一个用户呢 另外一个用户 它也设自己的密码是123456 那如果两个值算出来是一样的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猜出入囚用户的密码 对吧 哎,大家不用担心 呃,Linux不会预留这么明显的漏洞 所以啊,就算它加换算的这个密码值是一样的 它换算出来的这个加密串也不会一致 所以说绝不可能通过说是两个一样的密码 你就能猜出别人的密码是什么 这种这么这种情况来破解 不可能啊 但是这里大家也要小心 只要这个密码串 一旦被其他用户获取 它就可能会通过暴力破解的方式来进行破解 这也是为什么杀的文件的权限是000的原因 我们通过杀的这个权限 大家就应该知道 这个文件大家需要重点保护 不要把这个文件随便给别人传 一旦传了 它就有可能会破解你的密码 哎,至于暴力破解啊 其实真没有大家想象的 我们后面,等后续的课程当中有空的时候 超高会给大家录一些怎么暴力破解的这个方式 哎,大家可以来学习啊 好,这是第二个字段加密算法 这里第二个字段还要小心 如果是双感叹号或者是新号 代表这个用户没有密码 不能登录 我们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的伪用户 他们的密码要不然是新 都是没有 要不然是感叹号 全都没有 是吧 所以我们说伪用户是不能登录的 哎,这点小心 那换句说法 如果我想进用某个用户 比如说现在是root root当然不能进 那我添加一个普通用户吧 这个添加用户的命令 我们后面会学 添加一个 他做了 UZ1 给他设个密码 密码123 他说你的密码太简单了 但是因为我是root 我是超级用户 我非要给UZ1设置123不符合密码规则的密码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Linux当中任何时候都会发现 超级用户是一个完全不会被限制的用户 任何规则 当然不能说任何 当然不能说任何 有一些规则是root也不能违背的 但是绝大多数规则 root用户都可以不遵守 哪怕就是密码我就要是123 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看起来很好 挺爽 是吧 但是 这个越高的 蜘蛛侠说过 越大的这个全线代表来的越大的责任 如果他也是这样 你的全线过高 如果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碰到一个不熟练的关键员 那他的破坏率可能要比黑客要来的多 而随便一个操作 比如说执行这样的命令 那就惨了 这样的命令 是不是 所以小心 坚决不允许 好了 那这里我已经给优则一设了密码 那优则一是可以登录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如果把这个用户的密码 把它往下拉 是最后一行 在这 把它前面的密码列 如果加入一个感叹号 感叹号我说是不是代表这个没有密码 它相当于把这个用户的密码 本来是一个换算值 加了感叹号之后 它不管换算什么值 它都算出来都不对 那就相当于把这个用户暂时去用 那也就说让它的密码失效 是这样一个作用 哎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临时进入某一个密码 都是允许的 哎 小心啊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 好了 那我们回过头继续来看这个杀的文件 第二列是密码位加密之后的真正的密码 第三列呢 是这个密码的最后一次修改日期 也就是说 这个密码是在哪天最后一次新设的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认为 这是这个用户的设置密码的时间 这设置密码的时间是 1666 这是什么意思 啊 大家会发现 这个时间不是我们熟悉的年月日的表示方式 对 而是用了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啊 是Linux当中的时间戳表示 也就是说 Linux把1970年1月1号作为标准时间 从这以后每过一天时间戳加一 那也就是说 我给这个root设密码的时间是 1970年至1月1号之后的第1666天 今天好像很奢务是吗 来看看刚刚添加了这个UZ1 哦这个时间 1676天 也就是说 比刚刚这个日期晚了10天 就是这个意思 设置root的密码是时间前 设置UZ1的密码的时间是今天 今天是第1970年1月1号之后的第1676天 就是这个意思 Linux用了一个比较古老的这样一种时间戳的表示方式 这个可能是他的习惯 大家遵守就好 时间戳 这是第三列的内容 那么第四个字段代表的是两次密码的修改间隔 修改间隔 这块默认是零 也就是说 第一次密码改完之后 不需要间隔 第二次密码就可以改 如果这块写10 它只能是第一次密码改完之后 10天之后 我才能再修改 没错 10天之内不允许改密码 10天之后才能改 时间间隔 这就是第四个字段的作用 第五个字段是这个密码的有效期 那也就是说 这个密码在999天之内有效 那99999天是273天大概是 这么长的时间 谁能活到200天 所以说我们可能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岁数 所以大家可以认为这个时间是永久生效 这个密码会永久生效 那我们曾经有说过密码有三个原则 没咋记的吧 复杂 要复杂一点 密码的复杂性原则 要经常修改 密码的时效性原则 要能记住 密码的意记性原则 那这里这个字段就可以定义密码的时效性 我们说密码每三个月应该更改一次 最长不应该超过半年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自从有了密码就没改过 没改过 一辈子改过密码吗 好 记得回去要改密码 那如果我强制让UZE用户 每90天改一次密码 只要把他的密码有效期改成90 那这样的话 这个用户每到90天必须改密码 如果不改 如果不改 按后面这两个字来做验证 这个7是密码到期的警告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它改成90 来我们改一下 把它改成90 假设改成90 用快捷键 用快捷键 好 假设要把它改成90 那也是说 这个UZE每90天要改次密码 如果这块写的是7 它的意思是说 到第83天的时候 你UZE每次登录 都会系统给你一个警告信息 你要改密码 请你改密码 他提示我让我改 不改也可以 不改也行 这是这个用户的这个密码的 到期之前的警告时间 是7天 那再往后走 第七个字段 是密码过期之后的宽限签署 那现在这个地方是 第七个字段是没有写 那也就是说 到90天 这个用户如果不改密码 就禁止登录 就把它封掉 那如果这块我写个时间 比如说写个5 那就说 到83天 用户登录 就会有警告 到90天 还不会禁止你 还是继续警告 但是到了第95天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改 这个用户把它封掉 它代表密码到期之后的宽限时间 这个第七个字段 哎 这块如果写成5的话 当然啊 这块如果写0 跟不写是一个意思 代表密码到期 马上失效 如果写-1 代表这个密码 永远都不失效 那这样的话 就算你的这个有效期 写的是90 哎 这块如果写-1 那它也是没有意义 对吧 哎 这就是这两个值 其实啊 我们可以这样一解 这个7 是这个密码有效期 前面的警告时间 嗯 这个5 是这个密码到期之后的宽限时间 一个是前面 一个是后面 哎 就是这个作用 那第八个字段呢 是账号的失效时间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这块写了时间 嗯 那到这个时间 就是就失效 不管你的 哎 不管你的这个有效期是否到 假设我写了180天的有效期 嗯 但是我这块给他有效期 这个账号的有效期限 只给了我今天之后的30天 嗯 那就算没有到密码有效期 这个账户也会封掉 嗯 只是这里不能写我们熟悉的年月日 也不能随便写一个数字 而是要用时间戳来表示 用时间戳表示 嗯 时间戳是什么 时间戳我们说了 它其实就是1970年1月1号的这个时间 嗯 只是我们现在我们人或者说我们用户 我们不习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我们习惯的是年月日 日期 那年月日和时间戳之间有换算方法吗 当然是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上面这两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把时间戳换算为日期 那这个公式我复制出来 我们执行一下 或者敲也行 啊 这块我因为做了修改 所以要强制保存 因为没有权限啊 嗯 好了 我复制出来 他就会说 16,066 也就是刚刚这个root用户的这个时间戳 哎呀 我们开启一下 一切 下了 杀到 刚刚这个root用户的时间戳 10,066 它其实是2013年12月27号 哦 那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条标准命令 我们只要记住就行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 拿时间戳和1970年1月1号来比 比出来之后 显示显示出来 这个时间戳到底是哪一天 令令得势 强制记住就行 不要不用具体的去研究它是什么 只要知道这么来算就可以了 那我说了 入条用户是1913年12月27号 那我们的U字1的时间戳是 16076 那如果只要把它换算一下 把16066换成16076 就可以看到这是14年 哎 1月6号换算设定密码 没错吧 刚刚就是U字1是刚刚说的 哎 这是用把时间戳换算为日期的方式 那反过来 如果我知道日期 我想把它换算为时间戳 那么这时候就要用 echo的方式来执行 注意 echo是我们的share当中的 这种输出命令 这后面呢 是一个linuxshare的标准的 这种命令执行格式 那边标准的运算符格式 这种东西我们讲的事儿之后再说 现在大家只要知道看他干嘛了 其实很简单 把当前的时间 2014年1月1号 用加百分之后 1月2号就比201970年1月1号过了一天 多了86400秒 那2014年1月6号跟1970年1月1号相比 过去的多少秒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算这个秒 然后除以每天的秒数是86400 这样的话就会得到签数 再加一就会得到今天的这个时间戳 这就是换算成时间戳的方法 当然啊 这两个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对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讲 我们不需要真正的能够看懂这个命令 我们只要知道的事情是 用这种命令格式 可以把它从时间戳换算成日期 用下面这种可以把日期换算成时间戳 大家记得这个东西 用到的时候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那回过头也就说 第八个这个字段如果写时间戳 那么到这个时间戳 这个用户就会失效 而不再去关于前面的密码有消息 这就是第八个字段的作用 那最后一个字段 是没有生效的 是保留字段 暂时没有用 这就是杀斗文件的作用 好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介绍了我们用户的引子文件 以及此下的杀斗 大家需要注意 杀斗的权限默认是000 这个文件非常重要 因为里面保存了我们真正经过加密之后的用户文件 大家需要重点保护这个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被其他用户看到 就有可能暴力快捷 在这里面保护的是我们真正的加密密码串 好了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